昨天有网友看到我这个刷那墙 感觉改一下的会比较好嘛 让我把这块给它修复好 它有的地方欧凸不平 你看看不是平的 给它刮平就这一块 这就是这块黄 嗯应该都能给它盖 这一刮这一成都掉了 你看看 这样好刮 对要不说你整菜太厚 也都掉 那你这都干掉了 嗯干掉呗 看这人有料 行 哎呦这哪里进去 哎呀 就之前吃樱透的 对 我们俩粉丝真厉害哈 那啥都做 那 感谢你们 哈哈哈 要不我们都白刷了 它还会太烦 对 这是干啥糊成那样 就是啊 哎呦 整刀下来了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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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掉了这嘛你看 都啥样啊 对它这块突出一块嘛 嗯 当初就被了遮盖 可能是吧 谁糊了这是 对 不会乱换的 嗯 再见哈 嗯 两 Pasoし 费了 老大劲 终于挂完了 嗯 然后我刚才当作疑了专业人士 他的建议是这地方刷油漆 白油漆 要不然你要刮完腻的 他说害点是反的这种黄色 所以说准备刮油漆试试 整完油漆再刷一层白的 它运不过来好像 对就是油漆能防止它运过来 试试呗 看刮起来这么多 就刮白的 看咱家事瞧瞧 纯白色的油漆 咱这哪有卖的还能备上 我前两篇买的 这多巧你都多用了 要做盆刷棍的是吧 对这还有稀释字 哎呦真白呀 行哈 挺稀的不用爆稀释液 游戏间就暴露了 暴露了 来试试啊 哎呦雷哥 味是挺大 那肯定的 这个事我能干雷哥 这小刷的 这小刷的你要干啊 那你来啊 我来吧 翘楼你我怕你别吻着味 我戴口罩了是 那也不行 你正好是别吻着味 这已经刷完了 反正刷的不太好 主要目的就是再让它 阴不过来那黄色就行了 到时候表面还得刷一层 逆的 然后再给它再刷墙 还有这墙那缝 多个逆的给糊死了 接下来准备修这个橱柜 这橱柜也好长时间了 这表面的尺砖都已经送动了 刚才还给卸下去了 还裂个大缝哈 对 顶上给它整一层水泥树灰 到时候一粘就行了 先探街面 真的探街面 我准备修复这里 哪呀 这 这尺砖厚啊 以前的尺砖薄啊 啊 你拿这个厚 嗯 我还有薄的 你还有薄的 有 有 又求去了 洗东西 在这之前 有点先把这个棍给它卸下来 棍门哈 对 不行这个 反滑 绣不深 只穿圈 洗不起一把泥 嗯 洗不起一把泥 怎么这么多壳 哈哈 转不开了已经涌下来了 我去 我说后骨的钉呢 这是 雷哥那你把他起坏了 安那时候不就肥变了 安时候好找 还有新的这玩意 新钉的呗 嗯 哎呦 这就上锈了 全是锈 那呗不好扭 不好扭 不要紧 就先了 你还买 先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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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锈 这玩意整个都已经 成功 哈哈 真不容易 真的 嗯 要搁碗 你家人在屋里忙活 这个小棍 肯定能修好 分工非常明确 现在 哈哈哈 有卸柜门的 有暗瓷砖的 是 霸啊 嗯 然后